随羊容易,补羊难 这三种伤害羊气的行为要杜绝 羊气是一个人健康的根本 大家好,我是中医李医生,立下已过 这说明夏天来了 夏天是羊气生发的季节 也就是说养羊气的好时机 但可能很多人对于羊气并不是很了解 也不懂得养生 会做一些损伤羊气的事情而不自知 所以今天我就来为大家具体介绍 什么是羊气 羊气不足会出现哪些表现 以及哪些行为会损伤羊气 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羊气是什么 我国传统医协认为 羊气是指人的身体所具有的能量 人的一生就是羊气伴随的一生 人从外界摄入物质 这些物质所储存的能量 会转化为人体所需要的能量 一个羊气充足的人 身体是强壮健康的 而一个羊气不足的人 在生活中会经常生病 体质也比较虚弱 所以中医认为 服羊不养是强体防病的根本 那一旦羊气不足 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根据中医基础理论 羊虚则寒 羊气不足最明显的症状 就表现为四肢不温 或者是全身感觉发冷 困乏无力 面色苍白 同时一般还常伴有 气虚的一些症状 比如 生低懒炎 气短自汗等 此外 如果是肾阳不足 会出现腰膝冷痛 小便不利 小便贫瘦 水肿等症状 引起阳气不足的原因 主要有先天不足 丙腹虚弱 或者由于防劳过度 防势不节 导致肾气亏损 还会由于过度劳累 劳眷 或者久病好损正气 还可因为情之不遂 七情过急 损伤丈夫 或者饮食不节 损伤体位 不能化成水骨轻微物质 导致气血亏虚 脏腹施养 而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 一些行为习惯 都会损伤氧气 但他们自己 却不知道 下面 我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容易被忽视的 损伤氧气的行为 大家一定要杜绝 第一个 就是头发不吹就睡觉 这一点 是不是很多人 都没想到 而忽视呢 因为 现在很多人 在忙碌了一天的工作后 回家都很晚 觉得疲惫 所以 洗澡后 头发没吹干 就去睡觉了 这种行为 是错误的 带着湿头发 睡觉的话 大量的湿气 就会通过毛孔 进入身体里面 损伤洋气 而且 经常这样做 很容易引起头痛 所以 大家在睡觉前 一定要将头发吹干 千万别带着湿头发入睡 第二个行为 就是进食大量的冷饮 不节制 随着气温的升高 很多朋友都喜欢喝冷饮 吃血高降温 但冷饮中 会带有大量的寒气 尤其是对女性朋友来说 如果进食大量冷饮 就会有大量的寒气 进入子宫里面 从而造成攻寒 还会加重体内的阴气 从而导致阳气过少 阴阳失衡 所以女性朋友尽量还是不要吃 或者少吃冷饮为好 以免损伤身体 第三个行为 就是把空调温度调得太低 在炎热的夏季 很多人为了追求凉爽 都会将空调度数调得很低 殊不知 这样会大量消耗氧气 致使身体阴阳平衡 被打破 不利身体健康 所以 大家在开空调时 要选择适宜的温度 如果办公室是中央空调 而无法控制温度 可以戴一件长袖外套 或者拿一个薄毛毯 再感到冷的时候盖上 好了 本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点赞和关注 后续我会为大家分享 更多的中医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